大脚星人,新地球能量,直指本星进入更高维度 问好 亲爱的,我们是大脚星人,由于有许多改变与提升在地球里外发生 所以我们来引导与支持大家新地球的密码现在已经在锚定当中 而你们许多人可能感觉到这些密码的迁移 这些就密码能量对于你们这些已经觉醒的 有清醒意识的人已经不再适用 亲爱的,这些迁移出你们心灵的东西是为了让新的教导可以进入并在灵魂层面指导你们 你们许多人听到这个现在可能在想哦,别别别,别再这样 我不想要这种感觉,然后你们会固执地执着住你们的脑袋告诉你们的忽视它 别理它 或是在头脑捣蛋的轨迹下 尝试着让自己分心,然后把旧的印记能量再盯更深一点下去 亲爱的,这可不是真理,且这可不是新地球能量支持的东西 因此所有尝试去忽视现在浮出表面来接受治疗的深刻情绪的努力,都会被扳倒丢出去 新地球要求你 现在用平衡与和谐的态度进入新能量之中 脑袋的导弹轨迹是要让你的能量失去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你们,睁眼看看吧 并开始移除你脑袋中的导弹轨迹 你们许多人现在会产生恐惧的感觉与焦虑,是因为人类逻辑的脑袋可能会在这时候,透过你们的心智 试着利用其他事件与经验,将你拉回旧的能量振动 请清楚知道,你们人类的逻辑脑袋此时是找不到锚定点的 也找不到参考指标点来理解你们目前身体正在发生的深度清理 因为你们许多人都活过许多事,一次又一次 经验过深刻的痛苦,所以你们已经有效率地训练自己习惯绝望的感觉 以及地球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的空虚 你们已经如此地习惯了这种悲观,所以当你清醒时 任何与这些概念相反的观念都会被你们过滤出去 而现在你们有许多人都在这种城市当中,努力地想着让你们的梦想化现为现实 但随着这些梦想的显化,你们人类心智又开始说服你 梦想是幻觉,真实人生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 我们要求你们了解,痛苦和悲剧才是幻觉 永世以来你被洗脑了,目的就是要把你的能量印记留在低点而且被困在那里 随着你开始有和谐的想法,进而进步到扬身 你们的人脑会尽一切力量来说服你,欢乐得的人生是幻想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引导你们,你们永远有一个选择路就在你们的脚下 看你要选择顾不自封,自我压抑,自我否定,或是扩张与成长 人类的逻辑脑袋正式着要操控你去选头脑小我的路就是自我设限 因为头脑小我无法想象得到心还感觉不到的事 但你的心才是真相,许多人想用逻辑来思索出一条心路 但我们现在引导你们,这是不可能的,你们无法在逻辑脑袋中处理情绪 因为情绪不属于逻辑,那是心的工作呀 你们许多人现在都在深度混乱中 允许着你们的头脑去管辖你们的心,但是心是眼界与想象的中心 你们是用心在创造与梦想的,所以当心被脑袋控制住了 你就被关进入了自我设限的盒子中去了 地球已经进入一个心的振动频率 这让你们可以连接到更高维度的时间线,而这只能透过你们的心去连接上 没有逻辑性的解释可以遵循 因为这是一种频率振动,随着你提升自我的振动频率 你就能够锚定更多更多的真理反斜线真相 人类的心智的角色在改变中,而且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也紧紧地拉住旧能量,由于害怕 亲爱的,你们许多人面对着一个选择 看是要跟随心还是脑袋 有些人会自然地掉入脑袋这边 因为这是你永世以来被被训练了的小我习性 你在每一次转世当中,在维度时间线中 你一直不断地被增强自己的这种小我存在 习性与生活方式,只是现在 你被提供了几个更高的时间线的可能性 而你们许多人却想用逻辑思考方式来思考出一条方向来 想要到达这几条更高的时间线 只有当你们允许你们的逻辑脑袋退位,然后跟随你们的心的时候 你们才到达得了更高的时间线 当你们感到混乱时,你们就是陷入脑袋的轨迹中了 而L住,一个人如果下定决心跟随心或跟随头脑理智都不会有紊乱 而只有犹豫不决时才会乱 这同时也代表你的心已经不信任你的脑了 假如一个决定是符合真理,那就只会是真理 可是当你看到头脑理智与心的拉锯战时 真理的扭曲就产生了 因为你们现在很多人想透过分析进入高维度 可是你们的头脑理智却把真理给分析掉了 亲爱的医们,事实就是这样 但许多人无法接受,爱就是这样简单的真理 而你们一定必须矛定爱 才能展开你们下一步的旅程 因为爱是新地球的基础 而且就是全部的存在,just is 忽略爱 而想让头脑理智找到证据来批住爱 而把这个新的教导抛在一旁 就是掉入了地球的较低能量中 许多人现在往外面到处在寻找答案 但那个只存在内里之中 而且只能在内心中找到的东西 如果你们人生的载体现在想哭的话 就去哭吧 这是尘世的一部分 你们人生的载体现在正被清洁与清除当中 以准备好来容纳更多的光码 以及你们能量印记的提升 如果你们继续紧紧抓住那混乱的情绪的话 这件事便无法发生 这是关乎你们细胞层由内向外的进化 如果你们一定要固执地认为 你们以前人生的经历是你们未来人生的基础的话 那你就是走在较低的地球能量之中 而且是对你们小落脑袋的扶手称臣 亲爱的姨们 地球上的生活和生命体就要产生戏剧性的改变了 而且那生活将不是任何你们在人类生涯中曾经经历过的经验 所以请问你们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来做未来的参考点 除了继续把你困在旧能量旧生活模式之中 许多人仍然不肯相信 他们还在等别人 在某个地方某件大事会发生来解救他们 但事实上亲爱的姨们 你们在等的人就是你自己啊 所有的创造都来自于自我 是自我创造了你们人类的生活经验 老的地球能量教导你们去抱住旧观念 去等待别人的拯救 去仰赖你们身旁的人 而不是自己 这些在教你什么 在教你把你们人类生命的控制权交给别人 但这不是真理 这种观念能量与新地球能量背道而驰 请信任自己 亲爱的姨们 保持对自己的信心 保持对上帝的信心 并允许新地球能量来对你展示真理反斜线真相 你们在这条时间线来到地球以及这个维度 透过人生转世来做灵魂的扩展与成长 所以你们要扩展多少的深度与广度 永远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千万不要掉入老地球能量中 它总是告诉你 你此时需要别人的帮忙 但你自己才是此时此刻所需要的一切 跟随你的心 所有的一切就会跟上来 亲爱的姨们 因为全部事实就是如此 而你就是全部 而L柱 由于有新地球能量加持 所以如果我们用新修行去接触本我 我们就可以进入更高维度的时间线 创造新生活 我们是大脚心人 任何时候我们都与你们走在一起 亲爱的姨们 允许你们的心门打开 让爱进来 让爱流经过你 让你可以成为的全部都化现出来 Allow O-T-O-B-E-A-S-U-R As channeled by Karen Dunan CristallinSanctuary.com 中文翻译 邻居乐 推大脚心人 新地球能量 直指本心进入更高维度 推大脚心人 新地球能量 直指本心进入更高维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